九十七、大公報 參觀抗戰為止了解救國時值農港眾學生憑跳革命先列 2015年7月27日港民A10 香港眾學生從走抗戰之路名記家國池 從走抗戰路 由大公報 黑龍江省教育廳主辦 大公報黑龍江分社 大公東北價新聞中心 哈爾濱市第三中學承辦的農港眾學生愛國主義教育活動 從走抗戰之路主題活動24日至26日在哈爾濱舉行 開創了黑龍江與香港眾學生愛國主義教育合作交流先河 三十九名農港眾學生憑跳革命先列 參觀抗戰為止 感受深刻 學生們紛紛表示 今日和平生活來之不易 先列 愛國獻身精神可敬可配 從走抗戰路提升了他們對這段歷史的認知 增強了愛國使命感 大公報記者張春寧、陳靖哈爾濱報導 龍江眾學生愛國主義教育活動 從走抗戰之路是香港眾學生從走抗戰之路系列活動 將要組成部分 該活動已在深圳 北京舉行 哈爾濱是本次活動的第三站 此次活動選擇黑龍江作為主辦地之一 具有特殊的雙重歷史意義 黑龍江打響武裝抗戰第一槍 香港眾學生大隊團長、大公報副總經理田智偉表示 被譽為打響中國武裝抗戰第一槍的江橋抗戰 就發生在黑龍江省境內 同時 我國最早投身抗日救國運動的武裝組織 黑龍江東北抗聯用十四年的艱苦鬥爭興製了數十萬日偽政規軍 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抗日戰爭 他們可歌可憶 英勇無異的犧牲精神 是中華民族爭取獨立寧死不屈精神的集中體現 在黑龍江從走抗戰之路 對於如今兩地青年交流友達S. 殊意義 田智偉強調 龍江兩地中學生攜手從走抗戰之路 目的在於交流 在於取長補短 在於增加使命感 通過選擇和堅守 為實現中國夢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而此次活動由大公報主辦 其意義在於大公報是一份抗戰的報紙 大公報錄義旗館 不在入購的鐵堤下辦一天報紙 最先報導打響中國武裝抗戰第一槍的江橋抗戰 最先報導盧溝橋事變 朱啟平的樂日則記錄了日本 代表簽字投降儀式 大公報因抗戰突出報導獲得密蘇里新聞獎 在二十五日舉行的龍江眾學生愛國主義教育活動 從走抗戰之路啟動儀式上 由大公報攜手央視拍攝的重大理論文獻記錄片 一份報紙的抗戰亦舉行了開機儀式 該片將於今年九月在央視播出 第一集名此教戰以百年大公的國際視覺 再現黑龍江抗戰系列史實 在東北烈士紀念館 館長劉春極致歡迎此時表示 希望龍江眾學生對馬占山、趙一曼、楊靜宇等革命先烈加深了解 兩天時間內 龍江眾學生緩還參觀了哈爾濱三五將軍文化博物館 哈爾濱歷士寧願、夏軍宮紀念館、蕭紅故居等地 深入了解了日本侵華報幸及中華兒女抗日救國的感人事跡 在重走抗戰路、重溫報國情主題座談會上 三五將軍文化博物館館長王軍向學生講述抗聯故事 並贈送具有紀念意義的剪子作品 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處長張洪興向學生贈送東北抗聯精神書籍 加深龍江學生對抗聯精神的認識 盼兩地學生攜手建設祖國黑龍江省教育廳副廳掌目 同對此次活動給予高度評價 他說,此次重走抗戰路活動就是為了明記歷史 緬懷先烈、真愛和平、開創未來、不忘國恥、奮發逃強 希望香港的中學生在黑龍江多酒酒、多汗汗 同時更希望龍江兩地的中學生通過這次活動陪席友誼之花 中下希望之樹、攜起手來共同建設美麗的祖國 美麗香港、大美龍江、香港保良局賀任堂中學 馬鎮華代表香港中學生發言時表示 來到黑龍江才了解到 以楊靜宇、趙尚智、李少倫、趙一曼等烈士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抗聯子戰元肉血分戰 譜寫了反抗日本侵略者氣壯山河的英雄攝氏 諸咒了偉大的東北抗聯精神 今天,我們從走這條抗戰之路就是要踏柴輩們的腳步 直觀,深刻地認識抗戰歷史,勿忘國齒,激發愛國熱情 學子感受香港佛教大光慈行中學學生阿日星 兩天以來,讓我感受自心的是抗戰路上 烈士們可歌可入的英雄是職 團長田智偉說過我們明記歷史,是為了解做我們的未來 我認為,在我們明記歷史的同時 我們要更加自信地覺得,我們才是祖國的未來 哈爾濱市第三中學學生孫振傑 在東北抗仕紀念碑上我看到一句話 忘記就等於背叛 今天我們大家的生活來之不易 所以不應該普漢目以無憂的狀態來生活 應該飲水思源 緊記幸福生活都是當年抗戰艱苦得來的 哈爾濱市第三中學學生李佳音 我的太老爺就是參加過紅軍的老兵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給予今已九十七歲的他留下了兩處彈痕 每次見到他我的內心都會非常震撼 在兩天的活動中 給予了我們兩地中學生十分珍貴的友誼 哈爾濱市第三中學學生李鴻宇 通過與香港朋友的交流得知 這次活動對於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和分途有限的他們來說 是一次有益的補充 相信他們回到香港之後 會帶動和引領身邊的人重溫這段歷史 繼續弘揚愛國精神 謝謝小学生李鴻宇 請你《劍院》 請你《劍院》 請你繼續